那之前我收到一台笔记本电脑 是在废品收费站那里收到的 80块钱 然后我拿过来的话呢 它屏幕是一闪一闪的 我明显看到 能看到那些字符 例如说屏幕是有显示的 但是它的背光是不亮的 那我拿过来插到显示器上去 这个电脑是正常的 这个背光不亮 可是我拿过来检查呢 它背光驱动那边 19幅供电是有了的 然后背光开启电压3.3幅也有了 那它背光还是不亮 但是它的灯条是好的 我也不会修了 因为我问一下会修的人 他说要修的话 可能有一两百块钱 但是这个就只是一个背光的问题呢 那我就 我现在只是想把它的背光 给弄亮了 这个电脑就可以正常了 然后我手头不是还有 另外一张差不多一样的屏吗 我换上了另外一张屏 它的故障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开机的时候 屏幕一闪 然后就灭掉了 那我也不管它了 你要寄给它们修的话呢 要两百块钱 我觉得有点贵 因为比较老的电脑 我对电脑也不是很熟悉 那我只能按照那个修 修电视的来修吧 我可以给它换上一根 一根灯条 然后再加上一个驱动板 它只要有供电电压 还有开启电压的话呢 这个灯条它就会亮了 所以下面我们来改装一下吧 那现在就是这一张屏吗 就是这个14寸的一个屏幕 那我已经把它给拆出来了 然后我们改装一下 然后换上这个灯条 这个是 这这根灯条是原装的灯条 买一个新的灯条过来 然后准备给它换上 好 现在灯条我已经装上这个 这片是散热散热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卡到 卡到原来的上去吧 我感觉这个 这灯条有点厚哦 卡不上去哦 可能 这可能要改装一下 这灯条太厚了 卡不上去 我们厚一点就厚一点了 我们还是这样子装下去了 我们还是这样子装吧 这屏幕要把它擦干净 如果这样子可行的话呢 可以省好几载大羊的 可以省了两百大羊啊 可以省了两百大羊啊 好了 这样子装起来 哈哈 那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它的高压高压条了 这个这个高压条我们放哪里呢 等下在在找地方放吧 应该是放到这个这个位置吧 只要它能量 那我们现在找什么信号呢 就是找一个它的供电电源信号 19V的 还要还要找一个D 然后再接一个开启信号 那就可以把这个这个灯给点亮了 现在这个19V我已经接了 然后这个是D 然后这个是开启信号 那我们 我们就这样子靠着先吧 然后试试看一下 千万不要出差错 开机 哎哟 哎可以了 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可以哦 这个地方有点漏光了 哎 哎 确实是可行的 这个 确实是可行哦 现在已经正常了 那下面就把这个固定起来 然后 我们再怎么样固定这个这个吧 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话 我拿过来用了 感觉它运行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那我就留着了 没想到 还是这样子改成了 我就省了200块 那我就自己拿过来 这样子改一下 只要让它亮就行了 那我们就不管它了 它的高压条呢 我就放到这个地方了 因为它比较小 是可以放下去的 那 我已经固定好了 我就把这个盖起来 盖起来看能不能把它盖起来 好了 非常完美啊 这个 那以后就可以用这个了 挺好的 那这个我就拿来做编辑短视频了 这个应该是可以编辑短视频的 好了 现在已经正常了 这个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 它开机的时候 它会散一下 那 更没关系的 我们自己用 那就没关系了 如果 大家有跟我同一样的 不想花大钱去修的话呢 那么这个方案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这个 灯条 还有这个高压驱动板 在网上买的话 只有 三十多块钱 包油的 嗯 好了 这期的视频 那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看